感谢收看,轻轻吃货站,第三集,锦觅和彩鹅两人有些沉默地走出了结界,锦觅想了想说道,以后,彩鹅仙子还是不要去,她话还没说完,就听到彩鹅一声惊叫,我娘留给我的遗物不见了。 锦觅一看,果然,彩鹅的手腕光溜溜的,从不离身的那条手链不在,瞧着彩鹅着急的模样,两人沿途寻到了结界,锦觅微微叹了口气,看到彩鹅的哀求,只好带着她再度进去了,进入之后,却不见蓝湛,两人听到厨房的动静,立马走了过去,看到蓝湛正在用一把神奇砍着纤果。 小心,彩鹅语气十分着急,谁知蓝湛却被这一声喊吓到了,右手一划,切到了左手,哇,痛。 蓝湛那匕首不是普通的,魏鹰原本留给她是为了对付其他不华好意的神,却没想到先伤了自己。 小湛,紧密心口懊恼,早知道不带彩鹅来了,她上前查看着蓝湛的伤口。 好在那不过只是一道小小的口子,蓝湛留了两滴血,便自愈了。 彩鹅才将自己收集的专门用来治疗的草药拿出来,就没用了。 她愣了一下,收了那草药,往蓝湛身旁靠了过去,顺手帮忙打理桌子。 我没事了。 蓝湛嘻嘻笑了,不疼了,她便恢复了以往开心的模样。 你们看,我做得好不好看。 蓝湛献保试地把自己刚才弄好的花蜜和鲜果拿出来。 花蜜满满的一碗,上面零碎地撒着些鲜果块,虽然样子有些凌乱,不过散发出来的气味是甜甜的。 好厉害。 彩鹅拍了拍手,眼中似乎为蓝湛骄傲。 一旁的锦咪也笑了笑,她拍了拍蓝湛的头,很棒,不过下次小心点,鲜果可以用普通的刀,那样即便是切到手,也不会受伤。 知道了。 蓝湛笑咪咪地答应着,她把手里的那碗羹,放到了自己专门存放宝贝的盒子里。 那盒子里大部分是食物,自然还有不少未应给的礼物。 那盒子有着时间停滞的功能,是蓝湛最喜欢的。 放这里,等阿县哥哥回来,就可以吃了。 蓝湛关上了盒子,锁上了专门的仙力锁。 做完之后,蓝湛打了个哈欠,秘密,呃呃,我要睡觉了。 呼呼,才说完,她就睡了过去。 锦觅无奈一笑,她给蓝湛放回了屋内,才帮着彩鹅寻找那条手链。 两人找了一圈没找到,可能不落在这里吧。 彩鹅看着十分失落。 回去的路上,锦觅说了不少安慰的话,彩鹅只是呃地点着头。 锦觅瞧她没什么兴致,便让她早点回去休息。 锦觅看着彩鹅离开,叹了口气,不会落在飓风秘境了吧,那就麻烦了。 毕竟秘境这么大,就算有探枝,也未必能找到。 锦觅给卫英传了消息,说是蓝湛休眠了,好歹压住了知道蓝湛受伤,想要赶回来的卫英。 嘶,好冷,有点疼。 蓝湛抖了抖身子,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结界中,不是常温不变的吗? 为什么自己会觉得冷? 蓝湛睁开眼,却发现自己被一个黑衣人拎着左前掌, 一路拖行至一处荒凉冰寒之地。 难怪自己觉得又冷又疼。 蓝湛尝试着挣脱那人,却发现自己压根动弹不得。 呵呵,你醒了呀。 那人转过头,竟然是彩鹅。 额,蓝湛有些猛,自己似乎没有得罪过她, 为什么要欺负自己? 不明白为什么我要这么对你。 仙鹅那张原本带着温柔笑意的脸, 此时布满了讥笑,因为呀,我恨你。 她的神色冷了起来,似乎满是怒意,她是我的。 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你这个小偷,把我的东西都偷走了。 蓝湛十分不解,自己之前明明没见过她。 嘻嘻。 彩鹅突然笑了起来,不过,只要你消失了, 这一切都可以回归原来的样子了。 秘密,月月,阿县哥哥,蓝湛看到彩鹅有些疯狂的模样, 心里十分着急。 她试图联系其他人, 却发现自己不知为何压根无法传音。 想要被人来救你,那是不可能的。 仙鹅笑得十分畅快,带着抱负的快感, 为了找到能够压制你气息和隔绝通信的宝贝鬼藤, 为了她,我可是差一点死在了秘境里呢。 我等了一千年了,终于等到她不在你身边。 仙鹅眼中满是嘲讽,对了,那个锦蜜还真是个蠢货, 她竟然以为我喜欢你真是搞笑, 你不过是一直只知道吃的废物, 我要的自然是为应上审。 我的,阿县哥哥是我的。 蓝湛用力地挣扎了起来, 却是徒劳,她越是使用仙力, 那捆着她的鬼藤就扎得越紧, 立马周旁地刺刺入了肉里, 剧烈的疼痛让蓝湛整个抖了起来。 哈哈,看到你这样,我真的好开心哪。 仙鹅突然将蓝湛扔了下去, 边笑着,边拍着手, 挣扎吧,有了你的血, 我就可以制造一个完美的气息。 不然,我怎么拿得到你的东西呢? 蓝湛瞧见, 自己的项圈和身上藏着的其他东西, 都被彩蛾拿走了。 她瞪大了眼睛, 十分气恼, 却什么也做不了。 不愧是卫英, 她的结界还真不好破, 要不是紧密带我进来, 我还真进不来。 彩蛾瞧着蓝湛 瞪视着自己越发的愉快了, 脸上带起可惜的神色, 可惜了, 太蠢了, 她带走的不过是我的一个幻想罢了。 小湛儿, 你在哪里? 这时, 紧密的声音传来, 蓝湛眼中蹦出了一道光, 你可以试试求助, 到时候, 我连她一起杀了。 彩蛾的脸寒气十足, 她低头靠近蓝湛, 既然是饕餐, 吃不饱的处罚, 够吗? 彩蛾一脚, 将蓝湛踢了下去, 啊, 忘了说了这里是废弃的轮回道。 放心吧, 你会一世又一世轮回, 每一世都会饿死, 尝遍这人间凄苦, 直到你再也回不来这个仙界。 说完, 那彩蛾身上黑雾一闪, 立马一只和蓝湛一模一样的冰蓝色饕餐, 正冷眼看着她下落。 蓝湛闭上眼, 用勉强能动的右手, 强行从自己身上撕下一片鳞片。 阿县哥哥, 你要快点找到我。 那蓝湛觉察到紧密靠近, 立马转身奔了过去。 小湛儿, 这里又冷又危险, 我们回去吧。 紧密一把抱起蓝湛, 将她带回了结界之中。 魏英问过紧密几次, 得知蓝湛在休眠期, 便安心灭凶兽去了。 直至三个月后, 魏英才急急忙忙地赶回结界。 瞧着紧密身边还在沉睡的蓝湛, 魏英脸色一冷, 她伸手制住了蓝湛, 面若寒霜, 这是谁? 湛湛哪! 魏英扫尸了六戒, 将那蓝湛扔到了紧密脚下, 立马消失不见, 跟着消失的还有蓝湛身上那些属于蓝湛的东西, 还有那些蓝湛最喜欢的。 紧密瞧着已经恢复原本模样的人, 皱了眉头, 你是谁? 紧密没想到自己悉心照顾了三个多月的饕餐, 竟然不是蓝湛。 每天天都是一队的 说你莫领心照顾了三个多月的心理看上去 无论有您工理看上去